謝謝 剛剛登記發言的都先離席了 我們進入後面的單位的發言 一共有三個單位 原則上以五分鐘為限 不要超過五分鐘 第一個是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要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好 國防部代表這邊兩頂一件報告 第一點 國防部尊重市府的專業以審查 然後未來可能將審查案中的建築物及盯著土地留為融化資產 第二點 有關於上面所提到的這些建物 軍方目前已經沒有使用的需求 原本是預劃拆除 然後將土地點還給私立主 那這一次市府假如把這一個部分列為文化資產的話 希望市府能夠培照嘉賀行村內已經使勁的文化資產 由市府接管並自顧 市地組相關的一個組織 以上報導 接下來是中正群副水流辦公處 副市長各位委員好 我這邊轉述里長的意見 里長的意思是說文資審議程序上當然這邊有委員專業的看法 但是他希望說在文資審議的這個過程中 也同時要考量到地區這個地域環境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就是從嘉賀行村103年底到簽出到現在都已經三年了 然後其實現在環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包括環境啊 治安啊 公共安全啊 因為現在風吹日曬雨淋都已經老舊破損 然後可能環境上對附近居民是一個很重大的隱憂 那希望在文資審議的審議之下 也要考量到附近環境居民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接下來所有全民代表林文章林先生 想要是五分鐘 好 加油 各位說我講第一 副市長和學長國議員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一個小弟子,林文長 但是這個嘉賀新春這塊一塊那塊 為了文化局接管 這個價值的辦理不太好給他做 因為我們要把我們作用 到這個前三年到現在幾次都沒辦法財金 那帝也沒有平穩 你現在在說這個我們這個歷史建物 我感覺到我們是沒什麼關係 您盡量去做 看要做如何建設好、建設好 我們都很高興 但是我們土地所有的財務 是比較有保養財產的關係 到現在有些都沒有了 你們只能一直開花了 我們現在變成歷史 我們從七十幾年 他降年到現在 好可知道這個軍 有發十幾年的造型給我們 十幾年的演唱片 每年都有發 有發就我們人生存了 都會說這是實力 在那裡 他有造型來保護家庭 他在三年過去就要不要賊 沒有賊 他找書 他賊 他人家說我們賊夠錢 你不能賊 都要給孫營賊 所以這 政策在裡面 要有賊 這個錢 這個錢錢 如果沒有 他一直說一直說 沒有什麼內容 人民的外貧 在生活 我們這個地 從祖先放下到有的無錢 還沒辦法 人家也是得住 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 你如果說要這個 洪災公園 洪災公園是 一本時代 統計的時代 公園的未來 你現在要按照 這個 這樣去行 尤其是分割 現在有 現在的價位 要掩蓋 這個管理 要拿出來 這時候有錢 你感覺說 唉 這個掩蓋是對的 我們安中也會感謝你 感謝 市府的人 大家留下 大家辛苦 你如果跟人家一直說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不是我們的體格 留在旁邊 是不是 我們愛就把它插一下 如果沒有愛就把它打 哇 你們的 我感覺說 無法強 那些委呆 什麼人委呆 他要看多少個 就多少個 那是紅酒 你也是看過 他要看幾十名 連到掩蓋的 心理費也有 很粗糙 台北這些是 整個委呆的 市長會 所以我現在 有一個感覺 他願意 高台過手 幫我們幫忙 我們怎麼要成功 你要怎麼計算 我們都贊助 我們想貫穿 換一身的大 我們也要帶他 歡迎 我們也要自己 歡迎 喔 土地已經清潔了 人家 聽起來的幸運 結果 沒辦法聽 這個 說出去 要怎麼去解釋 他 在這點 國收盾 開了 台幼是這樣 我要愛錢 我的土地 我的財產 我應該愛 不應該 給他 他都洗 我相信 治癒 不敢 說 港幣出力 給我們 賠償我 你們要怎麼 建設 我們都贊同 你們 不會管他 怎麼做 你們要怎麼去管 我們 沒辦法 在這地方 我拜託大家 謝謝你 謝謝 文化局補充說明 跟委員還有主席報告 這個地區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大概兩年前 經過文資會有審議過 重新做檢討 包括文資的部分 還有物質發展的部分 文資的部分 主要後來就整個區域 其實不只是今天檢討家和行政範圍 包括十字樓的部分區域 然後準備要登錄那個 物質建築的部分 還有學人青春全序一定都登錄那個 立檢的部分 他們都要跟委員報告 其實第一個部分是 現在在文資的部分 其實整個水源地區非常清楚 該登錄的都在做程序上的登錄動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舊家和新村的部分 今天討論的部分 跟前面登錄指定的固有成期是延續的 並沒有重新審核的事項發生 仍然是舊家和新村原先登錄的山洞歷史建築的範圍 來做保存區的定佐土地的認定 定佐土地的範圍今天也非常清楚 就三棟的區域 在這三棟區域的定佐土地範圍內 也請委員再去看一看 包括我們有請台大城鄉基金會來做這個調查 現在再利用的調查也出來了 在利用調查裡面建議軍法出這一棟 在這個定佐土地範圍內要登錄 所以今天才送到本委會討論 包括定佐土地的範圍跟軍法處 是不是要登錄理解 這個部分是要提醒委員來討論的 另外其實今天的土地範圍 如果定佐土地的範圍確認以後 本來文化局支應的是 土地建物的投影面積給120多位師弟主 那就會就定佐土地的範圍 重新簽報市長要增加的土地租金的部分 可能高達1000多萬 並請委員參考 那最後就拆除的部分 其實定佐土地範圍確認以後 那拆除的範圍就會非常清楚 好 報告你 我們還是石家座的委員 有沒有什麼意思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是照原來泥拜的事項 來通過 然後去還是文化局 好 我們下一看 北一案五 北條區國民革命軍陣亡震動人員紀念碑 復興武德精神堡壘 復興鐵及復興方電臺等四處 具備古蹟前一支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行審議 總安議篇根據文化資產審查案提行審查案提行 本安議據文化資產審查案提行審查案提行 國防大學校園內 土地區為國有 管理機關為國防部 軍備局 實際管理單位為國防大學政治駐在學院 本局於106年6月2號邀集 李前浪委員 蔡元朗委員及柳淳委員 資縣塔辦理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談 應天後不加序 106年7月17日邀集 邀集人李特德委員 李前浪委員 柳淳委員 蔡元朗委員及郭崇英委員 召開第二次的專案小組會談 委員則肯定北投區國民軍陣亡政工人員紀念 北復興旅的精神堡壘二處 距離實建築保存價值 與二處復興鋼電台及復興庭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有關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一復興鋼電台及復興庭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理由二者空間形態並不特殊 前者多次修建 後者自設備均以現代化 可在追溯其文化資產價 意義 二北投國民革命軍陣亡政工人員紀念碑 鑑於1953年 為紀念當年政治作戰學校學生 前往東山實習時 不幸成人 彰顯政治作戰學校訓練精神 以及紀念年輕學生為國犧牲之情懷 據現代史建政治價值 二紀念碑主體保有原有之設置形式 四面經券有紅色 正面為宇宙任先生所書 國民革命軍陣亡政工人員紀念碑 另三面為賈宙任先生所書 民族正氣 碑底簡單雙尾意良好 左右兩側有良亭各一座 雖有改建 但亦有設計 元宇宙執師立松高聳 襯托紀念性亦因納入 再次北投負星五的精神堡壘 理由一 本堡壘為1955年所建 為各班其同學捐獻 為會鼓勵政治作戰學校學生 由先總統提字 為政戰學校之精神標誌 及團結之象徵 目前為各項重大場合合影之標的 精神堡壘設計之特色 背景為大屯山信中正山 環境優偉彰顯革命精神 且次於紀念碑誠意軸顯 建議精神堡壘是同專和復原 本案的地級地形圖基 文化財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看附件四跟五 北投國民革命軍陣亡政工人員紀念碑 地級地形圖請委員參看 這是紀念碑的範圍 它跟前方兩側有對稱的亭子 那這是現況的照片 包括正面、背面、側面 請委員參看 那這是紀念碑前兩座對稱的亭子 跟相對位置 這是北投復興舞的精神堡壘 地級地形圖請委員參看 那這是正面照片 那這是背面 即那個門可以進去的內部 目前是沒有開放的 然後再來是負興鋼電台的地級地形圖 那電台只有站這個建物的右下角區塊 在這個建物的二樓 那負興鋼電台內部的照片 再來是負興亭 負興亭現況的照片 請委員參看 那本案的文化資產大學評估報告 基本資料 地級資料將於後面詳述 那有關 國民革命軍政網生工人員紀念碑 跟負興舞的精神堡壘的管理單位 軍委國防部、軍備局 然後實際管理單位為國防大學 那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 那普通為國用地 那價值分析 在106年7月17號 專案小圖會看結論 前面也敘述過 那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的部分 依據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原人 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請所有權人與文資會 向委員說明 那登陸的範圍影響評估 目前國民革命軍政網 政中人員紀念碑 及負興魯的精神堡壘 運有國防大學管理維護 使用現況為以維持原地展示 那兩者建物指定後對現況並無影響 明白 本案你請同意登陸北投 國民革命軍政網政工人員紀念碑 及負興魯的精神堡壘 二處為歷史建築 那首先是 國民革命軍政網政工人員紀念碑 種類是碑碟 然後位置或地址在北投區 中央北路二段七十號 歷史建築及其定作土地範圍面積 歷史建築本體為紀念碑本體 兩座亭子及周邊綠地 建物無建靠登記 那建築物坐落土地為 北投區秀山段二小段 六八六、八五六、八五、八六二、八六三、 六八五等部分 和六五地號 要實際保存面積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那登錄理由 一、鑑於民國四十三年 為紀念政治作戰學校學生員 民國四十二年研發部隊實習 在東山島土地戰役壯烈成人 等紀念碑彰顯政治作戰學校訓練精神 以及紀念年輕學生為國犧牲之情懷 具見證現代史價值 二、紀念碑主體保有原有設計形式 二、正面碑名為俞宥任先生所書 第三面為蔣宗任先生所提民族正氣 根體簡單首尾比例良好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紙審查 及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評定基準 那這是第幾地形圖 二、復興五的精神堡壘 種類一樣是碑影節 位於北投中央北陸二段七十號 歷史建築及其定築土地範圍及面積及第一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精神堡壘本體基座及階梯 建屋與建號登記 建築物坐陸土地為北投區秀山段二橋段 八五五、八八三之一、九一六、九一八等四筆土地部分 一號 那實際保存面積去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錄裡有 一、鑑於民國四十五年由蔣中正先生提字 為正式坐在學校各項重大場合合影之地標 象徵正在學校復興五的之精神 二、精神堡壘設計具特色 背景為大屯山樹環境優美 且與國民革命軍陣亡陣功能源紀念碑成一軸線 成為復興鋼的兩道標誌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錄廢紙審查及付出方法第二條題 一項第三塊平定基值 那這是地基地形圖 那本案提請的委員會審議 並一、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是請國防大學發言 各位委員好 我是國防大學的代表 那針對各位委員提出我們那個 國民革命軍的那個紀念碑的部分 他們有說要把兩邊的廷格及周邊的草坪納入 那我們管理單位的建議是 是不是我們就是把這個紀念碑納入就好 還有他周邊的那個階梯 因為廷格的部分 第一他有翻修過 我們有查這種的校司 他也沒有做過一次的翻修 那另外周邊的草坪 因為可能到那邊我們其實可以 我們那邊風勢蠻大 那後續一些 後續一些 台風化 後續一些 尾霧上位置叫 不妨可以做 周邊的暗路 物化資產的部分的話 那第二部分 這對委員提到那個 精神堡壘的部分 我們 我們 關於單位這邊 是沒有建議的 包庇 還有嗎 沒有 沒有 好 我們還是進行討論 請教授委員提出該怎麼 問題 你們現在那個綠地 通常都做什麼 因為那兩個庭子蠻有趣的 是有點傷痕 就有點半大 對 這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那你在那個綠地 通常做什麼使用 綠地平常就是做定期的維護這樣子 就是不會做瑕疵 那有時候可能會 再加上我們之後 有一些 因為我們自己的工程 進來那邊可能會 規劃到一些使用的部分 我覺得跟空間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主要是那個碑前面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前提 一個開放空間的話 那個就非常的可惜 你看他這個做得其實蠻漂亮的 好像是 不是講中認定 或是有認定 有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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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歌曲還是要有 好 其他我也可以 我們原來的規劃就是 有這些前行 對不對 就包含 左上方那兩個停字 如果兩個停字 納入的話 他剛才講那個 只有 只有這類的 可以 可以 因為目前這兩個停格 目前這兩個停格 是因為有在使用的 所以其實納入的價值 其實不夠 因為我們主要會使用的就是這個民族 正規類的部分 我們去看是覺得這兩個停字 是跟這個紀念碑可以靠的 就是說它是從左邊走進來的 對 左邊六邊好像有兩個衛兵 他當然是一停的 但我知道學校的意見 那個軍方他總是認為說 他不要接受那麼大的管制 其實意見其實也是和學招養 你也不要認為說 沒有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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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要在上面開放 這樣不好使 對 對 那你都是當草皮 那他是配套的 他有兩個標兵 那你剛才講的說 做格局有需要 那這兩個原來也是一起建築的話 那是可以當 其他委員 那你們將來做 有任何其他使用計畫的嗎 學校可以拜訪 對 而且搞不好學校會頒家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這樣照案通過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會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